我們即將又來到嚴嚴夏日 我們今天來到西九龍中心 有這麼多品牌 不同口味的茶飲店 究竟哪間的味道可以突圍而出 等我們來幫你們試飲 第一間試飲的是 Lady Bobo 圓圓小姐 他們主打的是 芝士茶 黑糖珍珠 護圓等等 我們點了 芝士特龍黑糖波波鮮奶 35元 芝士和鮮奶的味道都是偏淡的 就不會覺得喝到很膩 黑糖波波就輕微的 少少黑糖味道 如果不是那麼喜歡 重口味的這杯就適合了 第二杯我們試飲的是 香橙柚冰茶27元 加黃金珍珠4元 香橙和柚子的味道都很fresh 還有很多果肉 第二間試飲的是 九樓的茶鹽液 不說你不知道 現在九樓都開了很多小店 下次逛街可以上到最高 我們在這裡點了一杯 黑糖珍珠鮮奶29元 它的味道偏甜一點 如果喜歡淡口味的話 記得要叫小甜 玫瑰桂花茶23元 還加了幾片青檸 所以更加突出了它的花香味 還有比較養生健康 但我們就很欣賞這裡的外賣杯 都是有一些波西米亞的pattern 和一些可愛的貓爪圖案 第三間試飲的是 陸家點茶 因為它有個快閃優惠 招牌雲石草莓鮮奶26元 黃牌雲石芒果鮮奶26元 買兩杯有八折 即是平均20元一杯 我們當然要試試它的招牌 首先想賺一賺 這個杯真的很實正 超大杯 兩杯都有很多果肉和果醬 適合喜歡喝鮮果甜甜的口味 另外也要點多一杯 黑糖珍珠鮮奶比拼一下 30元 都有9折 27元 三間來說它的黑糖口味是最濃 如果喜歡喝重口味的話 就推薦這一間 總結個人口味的評分 比較輕口味的是 Lady Bobo 比較重口味的是 加點茶 想要健康茶飲就去茶鹽液 你們就可以根據自己個人的喜好 去選擇你的茶飲